好继续来看到由农委会花莲区农业改良厂举办的生态农业国际的研讨会 那么4号下午在花莲农业改良厂举办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以及花莲县长徐真卫多等农业专家也都到场来参加 为了让更多的农友及团体了解有机农业技术产业发展与环境影响分享 花莲农业改良厂4号下午举办了一场2020生态农园国际研讨会 技术发展与地景经营活动 让许多专家学者能够在两天的会议当中分享彼此对农业发展的看法 安全生态文化休闲等的价值绝对超过两兆的交流产值 只是它是没有在市场上交易 没有被大家所注重 县长徐真卫也表示 花莲市农业大县推展有机农业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也都保留了70%以上的农务用地 也成立了有机农业专案办公室 就是希望能够让花莲的有机农业能够有更好的产业发展方向 花莲县在我们将近20年我们在推动有机农业的开始 从第一个副里的罗山的有机村到现在 我们到今年我们的这个有机耕种面积在2500多 将近2600多了 2616公起 是全国有机耕种土地面积最大的 而现在国土计划法也在调查 也在定定 而花莲县针对于我们的国土计划法跟的最高指导原则 所以花莲县现在保有的我们农务用地 几乎占了60%几块7成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重大的一个使命 就是为国家保持我们的粮食安全的问题 花莲区农业改良厂在花莲的农业发展上贡献良多 尤其在有机农业的培植及相关研究更是不遗余力 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聚集在花莲 在两天的课程当中 希望能够为全国各地同业发展与技术有更好的愿景 记者林杰 杰安湘采访报道